台南新营在昨天发生严重的火警意外 当时在屋内的母子三人是遭到浓烟呛伤昏迷 四岁的小女童抢救回来 但是妈妈还有弟弟抢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身亡 附近有邻居目击 他说当时一楼火是烧得很猛烈 有看见妈妈先在二楼呼喊救命 但随后似乎是跑进到了浴室躲藏 没有想到因为吸入大漾浓烈而致死 而原本当护理师的妈妈 她是因为怀孕生子回到家里面 专责照顾小朋友 却在农历新年前发生这样的遗憾 让家属悲痛万分难以接受 四楼铁皮家盖民宅大火无情吞噬 从一楼开始延烧 大量浓烟不断窜出 母亲跟两名年幼孩童被救出时 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虽然四岁女童鬼门关前救了回来 但三岁弟弟还有妈妈仍旧不治身亡 一些易燃性的装饱材料 就很快选择那个装潢 往楼梯间往楼上快速的蔓延 二十五号下午两点多 发生在台南新营中正路巷子内 这起火警意外带走两条宝贵性命 四岁女童虽然恢复生命争相 但情况仍然危急 现场募集邻居就说 事发当下除了报案 更看到母亲打算从二楼阳台跳下来 没想到最后关头转往屋内 没有气窗的浴室躲藏 反遭呛伤昏迷 一家四口和乐融融 无情大火全变了掉 三十二岁的妈妈 过去在医院担任护理师 怀孕生子后 留职停薪照顾儿女 没想到三人在家中遇上恶火 丈夫跟同住的家人 得知赶回哀痛不已 附近的邻居听闻也感到不舍 目前根据消防局研判 起火点在一楼客厅 装潢都是老式艺人建材 没有装设住警器 当时人在二楼的母子三人 浓烟往上飘时已经来不及 无情火舌吞噬住宅 带走了母亲跟年幼儿子 农历春节前夕 发生憾事 让这家人难以接受 接着杨华谈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